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不是只有卡汗而已 现在连台中市长卢秀燕都生气了吗 他说如果像他一样 每次参加行政院会 还是得不到补助的话 他以后不参加了 谢谢卢市长 你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真的都很注意听 我记得上次我亲自到台中时 为了74号交流道 一补助就是46亿合给地方 但如果台中市有哪些需要 卢市长你一个一个类 应该有的应该做的 一定会来帮忙 不会说一毛钱都没有 不会说还要收回 我不是这样做事的人 我请加农部长 因为你也特别清楚台中 卢市长也一直希望 哪一些轻重环境 尤其是交通的部分 应该也有很多可以做的 我都愿意支持 我们没有要三亿 但是至少给我们一亿 城市的待遇差别 不要太大 卢秀燕市长说 行政院会他不要参加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好几个议题 他认为他也被卡了 包括了台湾灯会 屏东上一次 在2019年的灯会 拿到的预算 光是交通不给的 有9000多万 那么整个台中 整个屏东灯会 其实是拿到了 中央有3亿元的补助 可是现在台中市提出了 希望可以申请1亿元的预算 却只拿到了3000万 另外还包括了中火解煤 等等相关的议题 卢秀燕都说认为中央 根本就是在拖延 因此他不想要去参加 这个行政院的院会了 认为自己是被卡了 中央大小眼 这个永良哥怎么看这件事 好 我想鼓励一下 我们这个卢市长 应该还要继续参加 这个行政院的院会 因为你在不断的 这个争取的过程里面 你才能够积累 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而不是只是一个 单一的一个课题 或单一的一笔预算 然后你就表示说 你就不再去参加 他的这些活动 因为你只有不断的参加 不断的积累 你本来在体制内做不到的 你能要积累 体制外的能量的话 那必须靠你 长时间的去争取 那我相信这个在未来 说不定到有一天 大家都已经决定说 我们为什么要交税给中央呢 中央用的不是我们交的税 来办的事情吗 那既然我们这个地方的事情 都不能给中央的钱来办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税 送到中央去给别人用呢 这个是靠你慢慢积累出来的 有两个意思是说 认为如果卢市长 在这个院会当中 不断被洗脸的时候 反而会让他的支持者 更看清楚事实的真相 没错 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当年这个陈水扁 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曾经主张过要这个 叫做城市外交 他的意思是说 我地方可以 根本可以跳过你中央 不需要离你中央 我自己可以干嘛干嘛干嘛 去了 这个是民进党 诉下来的一个案例的话 那今天为什么不可以 你也来考虑考虑将来很多事情 因为中央既然都不支持你 你要该怎么做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很多韩粉 在鼓励韩国瑜要出来 参选总统的原因 就是因为认为说 如果他来到了中央的时候 就不会被卡了 但是如果国民党要拿回执政 是不是这个要靠真正能够有实力 得到了这个位置的人呢 我想请教一下夏格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这个初选竞争 非常的激烈 当然目前比较被看好的就是 郭台铭跟韩国瑜 而郭台铭呢 到底会不会拖党来参选 其实是蛮受瞩目的一个话题 因为他这个之前受访的时候 先是说我不回答 他是坚决百分之百 要让国民党打赢胜仗 但是后来他又说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根本是连想都没有想过 但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签初选公约的人 你怎么看待 其实我是希望郭台铭不要脱党 我希望这事情不要发生 因为从郭台铭 从前两年一直到现在 国民党缺钱 他给钱 然后这次回来为了参选 重新回到国民党 然后他处处标榜 他爱这个中华民国 然后他去美国 帽子上戴着国旗 所以从他种种的行为来看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脱党参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刚说 他不去签那个公约 其实以那个公约上的内容来说 你说郭台铭签跟不签有没有差别 他就算签了 他到时候不遵守你能怎么样 对不对 以他的那种霸气 他可以找出十个流告诉你 我不想签 他可以说不公平 他可以说国民党中央这个有黑幕 他可以找很多理由 所以我觉得那个公约签不签不是个大问题 我实际 他讲得要有意思说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 我觉得他这句话有点在消遣韩国瑜 当初韩国瑜人家问他选总统 很多记者问他 其实韩国瑜有讲类似这样内容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你 就是在很多地方 你不需要玩这种小心夜 你不需要这样去呛韩国瑜 尤其当初他曾经讲过 韩国瑜是一个很适合当总统的人 他讲过这句话 然后现在你动不动就是把韩国瑜 曾经讲过话拿来这样酸 我觉得你一个大企业家 你这种气度 我觉得把你自己做小了 这第一个 如果郭台铭真的脱党 我摆明的就是 你想让柯文哲或是蔡英文当选 因为你郭台铭 你如果脱党参选 我保证你选不上 光是韩国瑜你想 你如果是国民党 还有情有可原 大家如果韩国瑜没有出现 大家为了国民党 为了让民党下架 我们大家团结投来 你如果脱党 你就不是国民党的 对不对 你想想看 目前支持你郭台铭的人有多少 你有多少票 韩国瑜的基本票 我敢保证300万 我敢保证韩国瑜出来选 基本票300万 这300万票会投给你郭台铭吗 你少这300万票你想当选吗 我现在跟你讲 郭总你做梦 你真在做梦 对不对 我觉得他有点搞不清楚 而且他这个赌注很大 他如果真的脱党的话 你会变成 你未来在立场 你会变成罪人 他可能要注意一下 他的历史定位的问题了 所以其实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话题 也就是到底什么时候 长荣罢工才会落幕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再次看 做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